好 3 2 1 開始 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宣導交通安全的宣導 那我們主要宣導的就是 平常你們在騎車或開車的馬路標誌的宣導 那第一個就是機車的停等區 那它上派已經寫了機車停等區 所以呢 機車只有機車可以停在那邊 它汽車不能 然後這個 這一個就是 那我們再介紹一點 這個枕木文型的不穿越道線 這一個就是平常我們很常見的斑馬線 就是你要看紅綠燈你才能 紅燈的時候你就不能走 綠燈的時候你才能走 所以很基本的一個就是很基本的一個標線 那這個指向線 它這邊已經箭頭如果往這一邊 然後 又有另一個箭頭往這邊的話 就是你只能往前走跟 右轉 然後那如果是另外一條呢 就是往前走 你只能往前走跟左轉 所以這兩個就 只能直行跟轉彎 然後 這個 紅石線 紅石線它說 就是如果 如果你有看到你如果現在要去停車的話 如果你看到地上有紅線的話 你就不能把車停在那邊 暫時 臨時停都不行 如果你只停一下下有那個也不行 所以它可以把紅石線 就是紅線的意思 然後 這個 這個 禁止機車的標誌 是 你標誌你這個 機車的駕駛人 它的這個 機車 機車 禁止機車 就是你機車不能往那邊騎 只能 就是機車不能往那邊騎 只有七天可能在那邊騎 那 我今天宣導的這些 就是我們平常比較常用到的一些 標線的標線 那今天的宣導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可以嗎 可以嗎